我们来回顾一下沈子杰这次和北控多人的冲突 裁判的操作也是中国篮球始终无法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把视角锁定在冯信和孟子凯身上 一下 两下 冯信两次击打孟子凯的面部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但实实在在都着犯规 而且我们的裁判老师就在眼前 你说孟子凯动作夸张吗 十分夸张 打到面部之后 且做断了又去做了一个无脸的动作 但是不夸张 裁判老师会吹吗 甚至第二下 冯信这个动作都没有进出到球的可能 孟子凯升级也很正常 打人不打脸 第一下其实你说只是一个犯规 没什么问题 讨论的点可能就是冯信他第二下打到孟子凯脸 所以到这里我的问题出在裁判身上 第一下你吹的后面就没有事了 真正引发冲突的应该是这一下 孟子凯起身想找冯信要个说法 结果被沈子杰一下过来推开了 直到这里我是支持沈子杰的 你不能看着队友被人欺负 这个时候双方已经被队友和裁判拉开了 双方的教练在场面也都很淡定 真正是冲突升级的 应该是沈子杰送着孟子凯的方向又比比划划的 我觉得嘴里也应该说了些什么 你看被控替不起的方向马上站了起来 敏之道也不淡定了 敏之道发火之后 双方全员倒是都冷静下来 只剩下敏之道单方面输出了 第二下打完以后其他队员上去干嘛去了 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回放之后 我们来看看裁判的判法 您看郭老师碰到啥 汗都往下流了 最好可以捋一下 第一个如果围体的话肯定给到封信了 第二个作为这个技术范规 但是转播却给出了孟子凯一次技术犯规 沈子杰一次围体犯规 但是沈子杰为什么会是围体呢 还有一次技术犯规给了北控的替补席 首先我觉得沈子杰的问题应该是技术犯规的范畴 而不是围体犯规 那你裁判既然这么判了 那应该是北控执行完两次围体犯规的拔球之后 由深圳执行两次技术犯规的拔球 因为冯鑫给了普通犯规 所以也由北控来罚边线球 可是北控罚完球了 深圳的罚球呢 他应该是判了三次 为什么罚了两个球呢 对呀 这应该是还有一次啊 无论是围体还是技术犯 应该是最少得三个人罚球啊 你看罚球这件事情 解说知道 深圳的主角认知道 就是裁判不知道该怎么罚 一次算不上大的冲突 前前后后耽误了十分钟 球员身体都凉了 很容易受伤的 最后深圳也把算两次罚球补上了 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的裁判员内部估计是为结果论 还是为过程论都没有统一的尺度 甚至一场比赛 三个裁判员内部都没有统一的尺度 本场比赛 还是三个国际级裁判 都是引得各方不满 在这次风波之后 神指节彻底迎来了爆发 和平哥有时候可能需要刺激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领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